只因在老佛爷大寿时没穿红衣,男人就套上了一张纸枷锁,如果不小心让纸张有半点破损,就会大祸临头。 记着,唱戏的再红,还是让人瞧不起,大伯不想让你拍了打,还得跟人家说打得好。 虽然大伯临终的信中字字恳切,希望梅兰芳放弃唱戏,但十三岁的他早在耳濡目染中深陷离缘,义无反顾地败在明觉十三宴的门下。 十年后,梅兰芳成了小有名气的红人,有他上场的戏往往一票难求,排棋也是唱了这边唱那边,只是应了大伯的那句话,戏子在红野终究让人看不起。 这天梅兰芳刚唱完戏,表哥就把他带到了一处偏远。 妈妈,来呀,表伯,坐这儿。 在当时那个年代,戏子等同于达官贵族的玩物,就算是梅兰芳也不曾例外,可他心高气傲,从不愿意忍受这封阿渣的勾当,也注定了他日后荡气回肠的一生。 几天后的离缘会馆里热闹非凡,聚满了京城有名的人物,他们是来看新来的司法局长邱如白的讲座的。 此时正值新旧改革的时期,世事讲变革,就连离缘行里也刮起了改革的风向。 修如白认为京剧里处处是规矩,不管是妆容还是动作,都在限制人的七情六欲,正义大胆的发言让台下人吃笑起来。 作为老戏民,谁人不知道京剧的扮相讲究庄重,面对台下人的嘲笑,修如白全然不在意。 京戏里头,应该有好戏格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再完全按照旧的模式做戏,更不按旧的模式做。 只许老老实实的孙三,是给中国女人立规矩,而真的好戏,是得带着人打破人生的规矩。 这一戏话只有梅兰芳听了进去,他在散会后找到邱如白,赞许他关于京剧变革的想法,并递上了两张自己表演的戏票,希望他能来鉴赏一二。 此时的邱如白并不认识梅兰芳,也不信他们口中的一票难求,只是表演当日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来了,邱如白也就去凑个热闹,然而梅兰芳一开访, 邱如白就被他深深吸引了。 那扮向那神态那嗓音,有久居深归的幽月,有错乎韶光的惋惜,邱如白不知该将他当做男人还是女。 一曲终了,他激动的起身鼓掌,心中暗暗赞叹国内竟有如此人物,回到家后就提笔写信,道尽自己对梅兰芳的崇拜之情,并将自己在西方学习戏剧的剑文一一分享。 梅兰芳读完信后深受感动,从此与邱如白互通有无交流经验。 这天梅兰芳和师父十三宴打戏,唱了一出焚合弯,秋如白看完后又写信给梅兰芳。 柳迎春苦等了丈夫十八年,怎么丈夫到了家门口,她反倒像死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呢? 这几句话点醒了梅兰芳,她立马和师父商量想给柳迎春加身短,可十三宴却不同意,认为戏就是戏,传下来的东西不能变。 可第二天演出,梅兰芳还是加了些心思,虽然只是加上了眼神动作的变化,却将女子的心理活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曲结束满堂叫好,可十三宴却不乐意了,她觉得外人本来看不起黎渊姓,戏再改来改去,就是让别人笑话自己朝三暮四。 怎么改戏就成了朝三暮四了呢? 咱们是下酒流啊 梅兰芳与十三宴争论不休,一旁的非二爷出了个主意,让这师徒俩打擂台,用上座情况来分胜负,十三宴满口答应下来,梅兰芳诺诺地应下,一出门便撞见了等候多时的邱如白 心盖得真好 为了帮梅兰芳感谢,邱如白把司法局的工作辞了,她不顾家族的反对,和梅兰芳结为了兄弟,是要和他一起改良京剧,让他成为最红的角 梅兰芳对你的第一个期待,就是战胜十三宴 战胜十三宴的事,是时代 你的时代好 混混将手中的茶壶一帅,戏院的众人立马将东西扔得扔摔的帅 哄笑着走了个一干二净,然而台上的十三宴依旧面不改色,即便台下已经空无一人,却还是将戏场完才谢幕,一个时代就这样落幕了 就在几天前,京剧老将十三宴和徒弟梅兰芳打擂台,约定三场戏定输赢 第一场十三宴拿出看家本领舞戏,台下被观众做得水泄不通,而另一边梅兰芳却因为紧张,忘了好几句词 台下观众只做了七成,然而输了一局后,梅兰芳反而没了先前的胆气 第二场新戏一缕麻,那新奇的扮相,活灵活现的表演,让习惯了沉闷庄重京剧的观众眼前一亮,一时间坐无虚席 这一场,十三宴输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新戏得了青年人的喜欢,也让许多老戏迷赞不绝口 十三宴最后一场必输无疑,众人劝他不要再比,给自己留一些面子 梅兰芳也提出霸赛的想法,但十三宴却偏偏要应战 第三场,十三宴依旧坚守着自己的老戏,可与他唱词里演绎的一样 他是名好将,可终究是老了,观众们瓜皮疏过一顿招呼,将戏院弄得满地狼藉 另一边梅兰芳的新戏则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因为担心十三宴 表演结束后他来不及羡慕便来看他,十三宴催他去看看自己准备的最终 等到梅兰芳回神,十三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属于梅兰芳的新戏时代正式开启了 一转眼几年过去,梅兰芳成了青,娶的是同为黎元人的福芳芝 芳芝待他极好,抬前抬后地跟着此后,而梅兰芳也不负众望,成了家喻户晓的明爵 名声甚至传出了亚洲,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出国巡邻 作为挚友的秋如白和银行六爷一口答应下来,认为出国争光的事情梅兰芳一定会去 可不曾想梅兰芳犹豫了,让京剧走出国门是好,可万一眼砸了,那就是丢了黎元人的脸面 他脑海里回荡的,是十三岁那年大伯的叮嘱,那轻若无误却又重如千斤的指甲锁 此刻仿佛戴在了梅兰芳的脖子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去美国的事情就此耽搁下来,直到梅兰芳遇到了一个女人 刘大人,我送您进去吧 梅兰芳说完要走,女人却撑伞跟了过来,将她送进礼物 梅兰芳,梅兰芳,冬黄啊 天下第一女老生啊 梅兰芳没想到,眼前穿着旗袍,身材凹凸有致的女子,竟然是威震天下的京剧名林梅兰芳 而接下来和她的合唱,更是让梅兰芳刮目相看 因为是临时的节目,两人都穿着平常的衣服没有扮想 虽说是男扮女,女扮男,可他们却配合得天衣无缝 默契无比 之后的日子,他们开始同台演出,两人逐渐生出暧昧的情愫 梅兰芳觉得梅兰芳仿佛是自己的灵魂之解 他们对京剧的理解,做事的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十分相配 为了梅小冬,梅兰芳推掉了所有应酬,只为能和她单独相处 而看着两人出声入队的表演,知芳也察觉到了端倪 这些年梅兰芳搭过很多戏,离园的女子也接触过很多 可这次她看得出,梅兰芳是真的动了气 知芳终于忍不住找上了门 我是来求你了 求你让梅兰芳亲亲近日唱戏,别分了她的心 梅小冬沉默不语,她知道两人不该在一起 可怎么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爱慕 梅兰芳不是你,也不是我,她是宗儿的 就是这番话让梅小冬动摇了 爱戏之人更稀采,她知道梅兰芳对于中国京剧的意义有多重 各是为自己荒废了事业,她是万万担待不起的 而另一边的秋如白也终于发现了梅兰芳的不对劲 她劝不动梅兰芳,只好也从梅小冬入手 晚华跟我们这么多年,她现在的姑娘一直都还在 知道她碰见你 可她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份孤单里的出来 谁要是毁了她这份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 您说的我懂,可我就是没办法离开的了 梅小冬的一句话让秋如白下定了决定 她收买了一个杀手,让她扮作女人出现在梅兰芳的庆功宴上 梅兰芳小冬,离开梅兰芳,立即,马上 放手 那你可以现在就打死我了 梅兰芳,我恨你 你不是今天,我什么时候才能让梅兰芳看我一眼 杀手扯下自己的假头套,露出男人的样子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他妈的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梅兰芳没想到自己对别人会有这样的影响 但她依旧不顾危险温柔的劝说 终于让杀手放下枪准备离去 可却被赶来的警察乱枪打死 秋如白的策划超出了预期的控制 却也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梅兰芳跟梅兰芳道理,准备离开北平 梅兰芳又回到了孤单了 但她却依旧要带着无数人的蹊跡走下去 1930年,梅兰芳来到了美国纽约 首场演出前,她无意间得知了当年杀手出现的真相 便质问秋如白,秋如白也毫不遮掩 说自己这样做就是为了逼走孟小冬 你只差一步你就出神话了 我不允许任何人当你的道理 哪怕是这件事情 梅兰芳不能接受无辜的人因自己而死 她与秋如白的关系就此降为冰冷 梅兰芳坐在镜子前 再次堵起大伯留给她的心 大伯想让你无常 可兴许 你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白伯 你真好 但你说 千人万人 带着你的指甲服 本回头 一股劲的走到地儿吧 在那个决定命运的13岁 梅兰芳选择了唱戏 而在百老汇的今天 她将京剧带到了世界各地 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京剧的魅力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京剧大师 她一直辗转到各地巡演 直到1937年 日军侵占中华大地 梅兰芳也宣布封信 不想因为特殊的身份而被威胁 然而日本人还是看中了她的影响力 威胁梅兰芳为他们演出 可即便遭受囚禁侮辱 梅兰芳命死都不肯答应唱戏 甚至不惜给自己打针用药 为了逃避演出 她始终铭记着13艳临死前的准脱 要为戏子挣出点气节来 她用一声证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生而为人 即便是被认定是下九流的戏子 也能拥有智慧血性以及勇气 MING PAO TALK